現在正在封市族賽台東鄉親也不例外 不論是看球賽或者是玩運彩 都存了民動這段時間的熱門話題 走進台東的投注站門庭若市 彼此討論分析各個球隊表現 有趣的是這些民眾竟然全部都是體育系的學生 民眾們齊聚在一起觀看市族 四年才一次各國好手互相交曆 世界各地都掀起了這股熱潮 身為運動員故鄉的台東當然也不例外 民眾們不僅僅觀戰而已 玩運彩下注 隨著比賽變化 心中期待也跟著起伏 相當刺激 走進運彩投注站 每個人都認真地分析各個球隊的表現 記者上前了解 沒想到全都是體育系的學生 同學你什麼系的啊 體育學系 108級嗎 誰會想到這邊跟大家喜歡的運彩 我覺得運彩四年一次可以這個巧克力 對就是大家一起看巧克力 四年一次我覺得還好 有小賭迷情這樣 同學你們系上的怎麼都會來這邊下這個啊 因為我們支持體育運動啊 要有活動然後有賭盤這樣體育運動才會盛事啊 不然你們有賭盤誰要去看體育運動啊 你平均花多少的錢在這個運彩上面啊 嗯 一隻一百塊小花而已啦 你都跟誰一起來這邊啊 那學校還有同學 平常在學校就會討論這個嗎 大概是誰啊 然後用希望的打擊很多感覺 而身為東大體育系的主任 看到自己的學生們跟著風靡四足 和大家一起玩運彩 又是怎麼看待呢 事實上這次世界盃 在我們台灣掀起一個熱潮 雖然台灣沒有代表隊在裡面 那我想說大家對足球運動的關注 能夠吸引全民的重視也很好 然後呢我們體育系 大概在一些課程裡面 足球課或是體育史的課裡面 有認識了解到它的歷史 可能對這部分比較熟悉 然後願意到投手站去參與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也還可以接受啦 那我想說這個隨著世界盃決賽的結束 可能大概又要回到正常的管道進來吧 嘗試一下看一下判斷力如何 當然可能大部分都是不能如願 那我想小試一下是可以的 那不要過度以沉迷 投手站裡面都是體育相關科系的學長學弟 認真的討論各隊的表現 試圖靠著自己的判斷力 分析預測球賽的結果 沒想到除了系上的活動 世足賽的運彩投注 也讓他們這麼有凝聚力 記者安齊倫 台中市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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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